阿斯麦的行政总裁富凯在纽约花旗银行的会议上表示 随着时间的推移 由美国主导以国家安全为名限制阿斯麦 向中国客户的行动已经变得更具经济动机 他认为要证明事关国家安全变得越来越困难 也预计对于美国主导的限制措施反对声音将会不断地加大 同一个时间点 中国在芯片制造方面的进步 将因为目前的限制措施而受到限制 阿斯麦是荷兰最大的公司 也是欧洲最大的技术公司 目前有大约一半的销售额是来自于中国市场 在美国和荷兰于2022年和2023年 连续实施多轮的限制措施之后 荷兰首相史库夫上周五说 将会仔细权衡阿斯麦的经济利益